大家好,這是大家日本語 此課後面的複習 然後他有複習很多這個 會考的住詞跟句型 然後這個還蠻難 之前沒有上,有同學叫我上 好 那你先當作是練習考題 這跟考題很像 點一下,你先拿一張紙出來 你有課本的話,你先點一下 答案 雙題 不會的話就會填,不會的話就不會 然後最後再慢慢講 那我們開始 如果太快的話,你影片可以按暫停 好,那他有五個大題 那我一個一個大題上 那可以這樣細一點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本來是不上了 因為 他前面都有教啦 說 有一些同學說,老師找不太到 說他 教的比較細,他再講一遍,他印象可以比較深一點 看底大題 好,你看一下這一個 先給大家聽一遍 這邊 這邊是NO,為什麼是NO 為什麼是NO 好,這邊的NO是因為名詞 NO名詞 你這個卡吉是火災 白是情況 你名詞加NO加名詞 所以 火災的這個情況 你可以翻 場合 這個場合 火災場合就是火災的時候 好,事故 事故什麼 立刻 付詞 100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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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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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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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3 2 2 2 1 2 2 1 2 1 1 2 2 好,我們這個,這個是我們之前有講過嘛,我們說人體的五官的感覺 這個,我有聞到什麼,我有聞到什麼味道,我有吃到什麼味道,我有嘗到什麼味道,我有聞到什麼味道 這個摸起來的感覺是怎樣,我感覺到頭暈,我感覺到想吐 這個用xxx 你前面加了這個henene,hen是什麼,hen是什麼,hen是那形容詞 那hen 就是奇怪啦 hen na ni oi ga sulu hen na ni oi ga sulu 是有聞到味道嗎 hen 是奇怪嗎 那你這個哪是哪些東西 有奇怪的味道叫hen na ni oi ga sulu 所以 譬如說 聞到酒的味道 sake no ni oi ga sulu 就聞到酒的味道 sake no ni oi ga sulu 我聞到什麼香味 香味叫香味 香味叫香味 香味的食物 香味的食物 我有聞到什麼香味 香味的 那這個也可以這樣 i ni oi ga sulu i ni oi ga sulu 是我有聞到什麼好 香味 就是有聞到香味 所以香味的香味 聞到香味 i ni oi ga sulu 因為味道嘛 聞到好的味道就聞到香味 這些都是烤點 好 那你如果吃到什麼味道 叫什麼 a ji ga sul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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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吃到什麼味道 比如說這個這個茶 這個茶喝起來有牛奶 這個茶喝起來有牛奶 這個茶 這個茶 miruku no a ji ga sulu 這個茶有這個牛奶 這個miruku no a ji ga sulu 聞到什麼味道 啊這個a ji ga sulu 是聞到什麼味道 比較常用的miruku no a ji ga sulu miruku no a ji ga sulu 頭暈目眩 頭暈 miruku no a ji ga sulu miruku no a ji ga sulu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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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感覺到想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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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感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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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到了 這是比較常用的哈 那你 這邊呢 就是 你聞到 什麼 那你前面的hen 是那種 所以hen 那你會 那是提醒對方 哎 我會聞到奇怪的味道你 嘿 媽媽 哦 好 你看一下 好啊 後面這個又是好像 又是好像 好像什麼樣子 那 我們說這個又要 又 這個接法事件 好 又當名詞被接 怎樣 當名詞被接 當名詞被接 好 那 重點是這個答案為什麼是嘎 這是什麼巨型 那這要考什麼巨型 啊 這個是 哦 我們講 物體加 自動詞 KLU 啊 物體他自己是 什麼狀態 啊 物體加自動詞 KLU 他自己是什麼狀態 啊 你這個公民是 垃圾嘛 垃圾是物嘛 OK 那你後面的這個 好 重點來 你也不能懂這個 這個 這個 摩 L是自動詞 燒 那這個東西自己在那邊燒 叫做 他動詞叫什麼 摩壓死 摩壓死 摩壓死是我們的 去燒什麼 哦 寫一下 哦 摩壓死就是啊 燒起來了 燒起來了 那你摩壓死是他動詞 去燒什麼 哦 哦 所以他這邊是考物體加自動詞 KLU 這是一個句型 KLU的話是強調前面這動詞 一開始是學物體加自動詞 物體加自動詞 這個東西他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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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他自己怎麼樣 那你後面就加KLU是什麼 狀態 KLU是狀態 所以物體加自動詞 這個東西怎麼樣 那物體加自動詞 KLU 這個東西他自己 現在是怎麼看 好 好 這是個句型 那你這邊 魔歪爐是燒嗎 是動詞嗎 那魔歪爐爐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在燒 這個東西在燒 這個東西在燒的狀態 這個東西在燃燒 那你後面的又是好像 那我們說你前面用那個動詞 又又把它當名字 動詞 所以又好像 那樣的垃圾 他是在燃燒的狀態 所以 哎 第一句什麼 聞到味道 哎呀 聞到很 聞到這個 聞到奇怪的味道 你 那又好像是有人在燒垃圾 好 那我 他是卡物體加自動詞 前面都有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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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重重點是 膠是有膠啊 但是你在看那一刻的時候 你看得懂啊 全部混在一起烤的時候 讀到一定的量 讀到一定的變數的話 那應該會不會太常 息子在今年高校卒業 來附近的大學 好,看這一題,為什麼是歐,為什麼是尼 如果都講得出來,你四集可以考得好 就是你有讀過的話,你 可以猜到是歐,為什麼 說人他讀數量很大 他可能有 歐勾手之丟十五高中筆 Gakko 手之丟十五 手之丟十六十就畢業嘛 Gakko 手之丟十六十就畢業 教畢業 那為什麼是歐 ok 為什麼是歐 然後我們有沒有學過一個叫 天下歐 歐利盧 天下歐利盧就是人從電車上面下來 下電車 那你什麼交通工具加歐利盧就是下什麼 車 歐利盧就是下車 車是汽車 他為什麼用歐 講過嗎 然後譬如說這個是一個公園 譬如說是個公園 公園一個公園 那我們從裡面出來 從外面進去 從裡面出來 就什麼 從裡面出來 就是這個是東西的起 這個地方起點 然後出去 或者是進來 或者在裡面繞下去 或者穿過去 我們說這個都用歐 啊 譬如說如果這是 譬如說這是一台電車 啊 那我們電車 啊 這個是鐵軌 他開過來到站了 到站的時候 就從這個 電車那邊走下來嗎 從電車這邊走下來嗎 所以我們是從一個地方出來 啊 那我們從第一個地方出來的話 這個這個地方是這個東西的起點 這邊走出 還是離開這個地方 我們從這個地方走出來 還是離開這個地方 這個 之前我們講過嘛 所以等一下哦 例如就下下電車 那個電車這樣出來嗎 那車嗎 例如是 下汽車 這樣走出來 啊 那你這個 我從學校出來嗎 我從學校這樣 我畢業 我畢業是從學校走出來 而且是永遠的走出去嗎 所以他是這個意思哦 所以 這樣來的 去查字典都有 建議哦 如果你要這個住詞 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可能是巨型 就是那個巨型固定要用什麼 這個就是巨型 那你說 物體 自動詞 這個巨型就是用 你就是要 那這邊是 這個住詞的意思 那你去查一些比較大字典 他給你看 哦 哦 哦 表示起 表示动发动 表示起点动作的出发点 说从这个地方走出去吗 天下有例如 列车 下去吗 打call 手指右手指 叫bm 这个 所以第一题 慕斯库 慕斯库是什么 我儿子叫慕斯库 乖乖 今年 孔孔 首次给我十五年 从高中毕业 高中出去 好这个 鸡 这个无事就是 平安无事 那平安无事就是这个 顺利了 顺利 还在没有这个 这个 我先 因 因辨识 不然的达字 辨识他辨识错了吗 这个不是无事大学 你如果 真是他这边辨识错 真的是富士大学 课本是大学 讨识 对 课本的辨识 讨识 关掉 好这个是富士 富士是富士 大学 富士大学 对 富士大学 富士大学 入学 入学 进入什么公司上班 用你 那个你 是这个 动作的那个 我们说动作的这个对象 动作的地点 这个动作对象 比如说 大学 进入大学 进入大学 去大学读 台下 入 进入公司去上班 那你这边是 富士 是富士 富士大学 那我这个儿子 他进入这个 富士大学 富士大学是去就读了 那我们也可以改成 同样意思的 比较难的 新格子 新格子是升学 所以他升学到富士大学 那你升学的这个 对象地点 大学 这个 动作的对象 富士大学 进入富士大学就读 这个 进学的话是 是谁 进入大学 新格子 升学去富士大学就 那开夏尼亥鲁是什么 刚毕业啊 去那个公司 进入的公司 就是我 去那个公司上班 我去那个公司 所以这边是用你 我前面都讲过吗 有没有 我下一题 下一题 应该是 那我能 按移动 要不要管 ahawa imodo suku kawasete imasu 好 这题答案是什么 我们应该 这样 ahawaimodo suku kawasete imas ahawa ahawaimodo suku suku kawasete imas ahawaimodo oh ahawaimodo suku ni kawasete imas 讲一下为什么是这个答案 为什么是这个答案 先要简单了 后面的这个凯悠五 凯悠五是通勤 凯悠五通常是只去上课 凯悠五这个字 这点会写好几个意思 但是在百分之九十几 百分之九十五是通勤 说说去什么 百分之九十五 那你这边 凯悠五是什么 好这个凯悠是升学补习班 上面要绑 譬如说考试前联考前头上要绑布帖 要绑必胜那一种 这种叫凯悠五升学补习班 凯悠五就是去这个补习班上课 凯悠五就是去补习班上课 好先来看 比如说我去英文补习班上课 英语教室就是英语补习班 那日文教室 日文叫什么 日本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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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叫语学校或者叫语教室 日本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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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是动作对象嘛 那凯悠五是去上课嘛 所以去哪边上课 所以他的这个答案是 这一个答案是 这样来的 好 那你后面这边要改成sail嘛 后面这边是 Kaiowa selu 那你 Kaiowa selu 是什么 动词 十一动词,十一动词认什么? 十一动词认后面的serum 十一动词我们要认后面的serum 大家看到这个 十一动词 ok,我们要 十一动词的话 的基本构造 十一动词就是主词叫别人去干嘛 或让别人去干嘛 然后谁比较大 十一动词是主词比较大吗? 十一的意思是叫别人去干嘛 所以主词比较大 十一动词的主词比较大 主词叫对方去干嘛 叫对方去干嘛 好,这样子 你看一下 这构造你要会啊 这个构造如果多不熟的话 你这个 之前 如果说我这个都不会 如果考到一级 研究的一级比较简单 我的单字量可能是 以前我的小时候都会每天在玩日本的电动嘛 费很多 我 我的单字量多到让我可以 但是 好 你你单字看得懂还是那个吗 但是那个低空飞过 我觉得没有意义 那你看一下哦 这个死亿动词的基本构造是什么 大吗 那 i take o o 那个o 前面是对象 那死亿动词也是动词 没有 死亿自动词 那我们说死亿动词什么意思 死亿动词叫别人去干嘛嘛 不让别人去干嘛嘛 例如说 好 好 这是第一个哦 那死亿动词的第二个这个形 也是 啊 i take o 十亿动词 好 你看一下哦 十亿动词的巨型会有两种 十亿动词的巨型会有两种 第一个是什么 十亿动词是主持叫大马主 叫别人去干嘛 叫别人去干嘛嘛 或者是哎 我让你去干嘛啦 我是董事长嘛 然后这个说哎 对 市长可不可以让我 去那边出差 好啊 让你去啦 所以死亿动词是哎 叫你去那边出差 或者让他去那边出差 这个 那主持比较大 但是你死亿动词的话 会有两种不同的 如果你后面是自动词 后面是他动词的话 他的巨型过程 试一下哦 像那个跑步 游泳 走路 都是自动词 能自己跑吗 不是被拖着跑吗 比如说自动词哈希鲁 哈希鲁是 跑步 跑步 好没有 那我说哎 我这个 我每天叫那个选手跑 我每天叫选手跑 那我们改成十一动词 哈希鲁 哈希鲁 哈希鲁是十一动词哦 叫他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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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希鲁自动词 哈希鲁 重点是你要分的其中 自达动词 你出来就不用考 哈希鲁跑 跑跟游泳 走路那些都自动词 改成哈希鲁 叫他去跑 那我们第一个放O Senshu Senshu 選手 Senshu 叫选手去跑步 那跑多少 这个加进来哈 公里 九kilo 叫选手去跑 叫选手去跑 那这个东西哈 如果 日本你学了还是不会的话 这个东西在这个 我教的黄色文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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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文法书 为什么那个同学 要叫我上这个 因为他没有去看我教的黄色文法书 他说那个路的那个品 太好看 所以他都没看 如果你有看的话 你这都会 黄色文法书 他有分上半部是N5 下半部是N4 那他这边文法教的非常非常多 那因为这个是我比较以前录的 他的这个 片的品质 好 他不看的时候他就说这些好难的 如果你有看这些的话 这些题目你会觉得非常简单 就是垃圾题目 简单的钥匙 那本教这个教非常多 因为大家日本语一代五十克有教 但是他教的很浅 然后那一本再配下去的话 你这些零都 这边的讲的比较多 好 那我们看一下如果你主词 你主 后面是 一动词 而且是自动词的话 譬如说哈希鲁是跑 跑是人自己在跑 不是被拖着跑 那我们感觉十一动词的话 是什么 哈希拉西路 十一动词有什么 叫他跑 让他跑 那9kg是什么 叫他跑10公里 叫跑10公里 那senshuo 叫选手跑1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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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个o 是代表D的对象 D的对象就是选手 所以我们就用o 那为什么他动词会 D的对象用o D的对象用你 好 譬如说 D动词 我们先用他动词 譬如说 Kuruma 我现在举的这个例子都是那个黄色无法 是 教导都背起来 好 Kurumao Alau Kurumao Alau 是洗车 Kurumao Alau Kurumao Alau 是叫他去洗 叫他去洗 好的 Kurumao Alau Alau Kurumao 是叫人去洗 叫 请问 Kurumao A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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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是 物體OARAWO O的畫面是這個嘛 插動詞嘛 所以KULUMA ARAWO是洗車嘛 那你這個洗是插動詞嘛 去洗車嘛 好那我們改成11動詞會變成KULUMAOARAWASEL 好請問你KULUMAOARAWASEL是 叫人去洗車請問你有沒有講到人 所以你第一個對象只有講到物體嘛 就叫人去洗車 只有講到物體 所以你要再用Dick的對象用Ni 用Ni來帶出這個人 用Ni來帶出這個人 好這樣懂嗎 好那我們看我們課本這一邊 Mada shia 我主詞是我 好主詞是哈哈娃 是媽媽 好讓你 後面 格件不要看 格件不要看 KULUMAOA KULUMAOA 好你這邊的話是 你這邊的話是什麼KULU KULU是自動詞 人去上課 人 風情去上課叫做KULU KULU是自動詞 怎麼樣 好那我們自動詞 說 改成自動詞的實力動詞 所以是KULU KULUMA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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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人去上課嘛 那我們說自動詞的話 你用DLO DLO你就講到人了 DLO 就是什麼 IMOTO IMOTO KULUMAOA 叫人家去上課 好那你自動詞的話 你DLO就講到人了 然後去哪邊上課 Yukuni 去這個Yukuni 去補習班 去升學補習班上課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這個 複習都不會寫的話 你可以去看我那個教的那個 黃色文化書 如果你說看一看 老師 就是沒有那麼精緻 看外面 考試成功 你有看的話我跟你講你 絕對可以考很高 你不看的話 把他的全身 都有教了 大家看 哦所以這邊是 講有沒有 就是 就是 3 那我大家 日本語1到50克也是講很熟 是講很熟 那大概日本1到50克你如果看了什麼 就也會 只是說那邊再看一下的話你會更會 因為那句子更多 那我們看下一題 私は息子の世話をさせる 這個很明顯 你也是 好你後面這個 主詞是 私 最重點是最後面那個 我後面的那個 sasemashita 後面那個saseる是什麼 後面那個saseる是死一動詞 叫人家去做什麼 你看看 叫人家去做什麼 叫人家去做什麼 讓人家去做什麼 好 好 那我們這邊有個片名 叫做 seihua osu seihua osu 是去照顧別人 去照顧別人 叫seihua osu 那還有另外一個講法叫 お世話になる是什麼 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是什麼 啊受到您照顧了 seihua osu 死無是 死無是他動詞嗎 人去做什麼 人去做什麼嘛 死無是做 所以死無是人去做什麼 他其實算他動詞 人去做什麼叫他動詞嗎 seihua osu 是人去做照顧的動作 就是照顧別人 照顧別人叫seihua osu 那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啊受到您的照顧了 到您的照顧了 那可是你如果剛去 譬如說 我剛去個地方上班 那我要自己紹介 我要自我介紹 那要講什麼 これからお世話になります 從現在開始 要受到您的照顧 これから是從 從現在開始要 照顧 尼納魯是變成嘛 所以變成讓你照顧嘛 只是我們這種方法要受到您的照顧 他們加個all比較理 好那你這邊是 可遠的吼 這邊是什麼 犬 犬是狗 所以犬の seihua osu 照顧小狗 照顧狗啦 照顧小狗 好 那我們改成11動詞 說 11動詞 食物改成11動詞叫saselu 所以 叫人家去照顧小狗 叫人家去照顧狗 你有沒有發現有沒有講到人 如果你是我們說你如果是他動詞 你改成11動詞的話 你第一個o的第一個對象是物 你第二個對象才會講到人 你第一個o他沒有講到人 所以你還在這個你才會講到人 那這個你是誰 你是musko musko是我兒子 那主詞是誰 我們說主詞最最大吧 叫人家去幹嘛 所以 私は我 那這個saselu是什麼 持續動作 所以我 叫人去 照顧 你 叫人家照顧 叫人去照顧 我 那對象是兒子 所以你這個 答案就出來了嘛 私はmuskoに 對象 犬の生花を 出せました 所以我 叫人去照顧 狗 然後對象是兒子 所以我叫兒子去照顧狗 選擇題的話 你有讀過的話就猜得出來 結果印象就猜得出來 如果是 平空題的話那就 沒有辦法了 沒有辦法僥倖 你如果 平空題你沒有很懂的話 這個就你 述詞幾十個吧 平空題的話如果你沒有讀到很熟的話就可以嗎 那你考試是選擇題 所以 印象就可以選 douzo douzo 请 mono 椅子をおかけください 我們看看 答案 這個答案應該是你 對 等一下 douzo この椅子におかけください douzo この椅子におかけください douzo この椅子におかけください 我會有個練習 那 日本的最後還有一個總護行 我會把它放在另外一個 資料夾 然後再插到每一顆的後面 這樣大家比較好照 然後再插到這個 四級五級的粒介式題 那他可以當作這個四級五級粒介式題的總護行 因為他全部 剛剛算一下 應該有30 1到50克應該有 300題到 400多題 這麼多 這麼多的句型跟著詞的 這個對 考字簡 會很有加分 而且 你如果不是 不是要考四級五級 要三級 二級 一級讀分 這東西要很熟 例如說二級跟一級的很多文章 你這怎麼被動死意 那個構造你要很熟 不然你會 所以這東西還沒有 どぞ どぞき おかけください 意思 好這個字是かける かける是掛上去掉上去寫上去 好 ok 上去叫かける 零上去交上去 好 おしおかける 好 こし是腰 那こしおかける是什麼意思 把腰放上去 好腰上放上去是做的意思 就是死瓦魯的意思 做的意思 不好意思講屁股嘛 你把你 好 你看一下這個屁股叫屎 你這個お叫おしり 屁股 那日本比較文雅 他講koshio kakeru 就是把腰放上去 那椅子 什麼意思 對象是椅子 koshio kakeru koshio kakeru 是把腰放上去 把腰放在哪裡 放到椅子 這什麼意思 做椅子 那 如果以邏輯來講 我們應該是 おしりおかける 我們應該是把屁股放上去嘛 那他為什麼要講腰 腰比較文雅 把腰放上去哦 不要講把屁股放上去 所以koshio kakeru 就是把腰放上去 你一隻對象 換到椅子上 把腰放在椅子上面就是做椅子 所以這個答案是你嘛 好懂哦 那他省略什麼 省略叫koshi koshi是腰嘛 所以 koshi o o kakeru kudasai 那你後面那個 這個腰省略了啦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 okake kudasai是什麼 我們這件事很明顯叫做 odongakudasai odongakudasai是什麼 te kudasai 更你妙的講法 odongakudasai等te kudasai 更你妙的講法 他這個點讀筆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說他 三分鐘會關機關機他就會想 因為他比較想 因為我在上課 所以我一題一定會講過超過三分鐘 他想一下有時候 大家 所以我覺得他不需要關機 關機因為這個 想的 設計的不好 譬如說 讀書讀到一半 那我睡著了 結果這個 他 他分手要關機後他就幫我抽行 他這個 關機為什麼有音 你看到手機跟電腦 東西關機要有音樂 那我們這個odongakudasai 你幹嘛嘛 ekudasai更你妙的 給你幹嘛 所以原本這邊是 kakeru 那你改成odongakudasai 所以okakekudasai 請你做啦 這邊是 koshiokakekudasai 請你把腰放上去 zini 你坐椅子 這樣 這樣 是說 你要 每一個助詞 看到沒有 你要看到答案你知道 這個是他在考你什麼句型 都可以解釋的話 就可以去當補習班老師 就可以解題了 他如果 他另外一種就是說 你要考上的程度 就是說哎我這個選項是abcd 我大概知道哪一個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來 但是我就知道我 大概猜得到那個會對 大概猜到七八成 會考到 但是你再更進一步 你看這個 這個選項啊為什麼是 你都可以解釋 這個的話 哦 就可以那個 就可以去 imc stomete 這個很簡單 是考什麼 你 台下 什麼公司加你加stomelu 去什麼地方上班啊 去什麼 ok 好那譬如說 好那你看那個另外一個 日本語学校 日本語學校 ni kaiowu 好這個ni kaiowu 是去 ni kaiowu 是去哪邊上課嗎 ni kaiowu 是去哪邊上課嗎 ni stomelu 是去哪邊上班嗎 有沒有 哎 這兩個是一組 所以這邊是這個imc ni stomete orimasu 所以是在 inc上班 看到 那你後面的teorimasu 我們說這個 stomelu stomelu是上班啦 那你在哪邊上班是要上好幾年 上好幾年是一個長時間的狀態嗎 長時間反覆的一個動作嗎 那我們說你這個動作要做好幾年的話你可以接teiru 就是這個是一個長時間的一個反覆的動作 長時間的狀態就這個 講包一點這個動作要做好幾年的 譬如說 結婚 結婚 結婚是結婚嗎 哎我這個結婚是要結好幾年 有沒有 他們狀態可以翻折跟的啊 那結婚 要結婚了還是 這樣子 我以後有錢我翻譯這個 好 我以後有錢我翻譯這個 就是 這個 啊這個 史拉姆就是 好 zitome deiru 結婚是 deiru 還有什麼 圣 deiru 啊住在那也是要住好幾年了嘛 所以 譬如說我住東京 Tokyo ni 圣 deiru 好所以zitome deiru 那我們說以路的遷浪余嘛 以路的遷浪余是什麼 以路的遷浪余等於 那以路是 有嗎 那歐路也是有 那我們現在 teiru 那這就變teiru 那我們說 你你以路改成歐路這樣講比較謙虛 那我們說千浪余嘛 所以你可以翻小的 所以zitome deiru zitome deiru 啊小的在哪邊 在哪邊 那你歐路的話你可以再去掉 路加mas mas 但是體跟你嗎 所以 riam 是你 zitome deiru zitome deiru zitome deiru在哪邊算